来自肯亚的常跑好手们排排站 手拿着傲人的个人最佳成绩 看得出每位都是世界典籍好手 即将在3月17号登场的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 请来国内外精英选手同台宣传 台湾的两位选手代表 分别是去年万金石马拉松 国内男女第一的周婷应跟蔡雅安 今年也将披挂再战 要为台湾跑出耀眼成绩 身体状况不是一个最佳状态 不过还是会尽全力能力这样子 希望可以在这一场破自己的PB 会努力 我觉得万金石的赛道 其实是蛮有挑战性的这样子 就尽力去跑 尽力去跑 有所保留吗 不会的 不会没有保留的跑 今年的万金石马拉松 总共有来自29个国家 共350位外籍选手参与 这场全台唯一国际认证的迎标赛事 不仅是台湾的年度运动盛会 更是世界马拉松选手的兵家必争之地 国际停进总会观察员也特别立临现场表达对万金石的肯定 新北市副市长谢明达则幽默地拿出自己的历史最佳成绩 要和所有好手一较高下 这个是全马的成绩吗 半马 但是都是两个小时 还是你自己打了折是吗 真实成绩 所以跟选手一比下来就知道为什么他们厉害我们不行了 连续举办多年的万金石马拉松 不仅仅是场运动赛事 更是要让台湾选手登上国际 世界选手跑进台湾 保岛大放异彩 输卫天空新闻 板桥报导